所以我们很多专业的人士 为什么在成立公司 经营起来都很困难 因为他的IQ很好 他的EQAQ就比较弱一些 所以永远记住 我们为什么在线上来学习 因为他是一个人最好的转运 但是我们看看我们周遭的朋友 你说来去听演讲 晚上没事免费的 线上有阿贵教授来给我们分享 我来听听吧 他都不爱学习 永远记住 一个不爱学习的人 他的绩效都不长 所以一个绩效不长的人 他都有三教 第一个不受教 第二个不请教 第三个爱记教 当你有这三教的时候 你就会变久留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 我们说骄傲乃至浅薄 狂妄出于无知 那每一个人一定要记住 你可以拒绝学习 但是你的竞争对手 他是不会的 所以我们有句话 常在勉励大家 世界上最恐怖的事 就是比你优秀的人 还比你努力 我需要您的意见 我找孩子 把孩子 我找孩子 吧 我找孩子 于是 我